台中地區用水的鯉魚潭水庫呢 在經過梅雨封面帶來的豐沛雨量 最近是回升到滿水位的狀態了 水庫呢是開始自然一流 洪水侵流而下呢 就像是天然的瀑布 相當壯觀 鯉魚潭水庫 豐沛的洪水往下一流 洩洪的聲音有如萬馬奔騰 水流就像瀑布一樣傾斜而下 在陽光的折射下 水花閃耀 洪水沿著水道一路向下 從大片的水面撥光玲玲 看得令人心曠神疑 好壯觀 這個水音好大 你想像多的還大 一年或兩年會有一個禮拜 會映留一個禮拜 所以三四年拍的話 那個孤度很漂亮 療癒的畫面再看幾次都不膩 睽違678天 苗栗的鯉魚潭水庫再次迎來滿水位 今年五月底碰上百年乾旱 蓄水率只有百分之零點九 連一趴都不到創下史上新低紀錄 我們五月底的時候 其實水位非常低 我們那時候的蓄水率差不到一趴 那經過兩個月 梅雨跟颱風環流 那帶來的水量 那我們終於在 七月二十七號 滿庫逸流了 兩個多月來梅雨颱風外圍環流 一口氣替水庫近帳超過一千毫米的雨量 將鯉魚潭水庫餵飽飽 水位一路上升到滿庫 七月二十七號水庫滿水自然逸流 也再度吸引許多攝影玩家 遊客前來欣賞泄洪的美景 歡迎收看吳宵星臨品新苗栗報導